可以把 格式化部分,日期格式化部分用dateformat直接来用 他可以直接实作 所以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宣告物件的麻烦 再加上一个回圈 另外你想说,老师那那个date可不可以再简化 实际上你会发现date 他有地方,第一个你要先import 第二个他在宣告 再来使用 他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其实你取得日期跟时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你可以 直接在那个system system底下的话 你可以 点有没有 点current 你就打一个cu current time minor 其实呢这个 这个方法也可以取得现在系统的日期时间 而且因为他是system类别 那system类别他是在lag套件里面 那lag套件基本上不用import 他已经 已经隐含了,已经预载在这个我们的类别里面 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再怎么做import了,你会发现 只要是lag开头,这个套件里面的类别全部 都不需要做import的动作 那不需要import的话呢